現在兩個重點要請教主委 就是說一個現在 紅袖柱版的正手稅 我相信最近大家好像 國民黨開始支持這個案子了 那看起來通過可能性是高的 所以我們就先從正手稅談起 然後包括我們毛院長最近召集大家 貢商要振興經濟 振興股市之道 我們先從正手稅來看起 也就是說 三年前像這一次 我看到當那天開記者會 我看賴士堡先生或是 惠鴻泰 曾巨威 他們在他旁邊 還是講到公平正義的事 那我在想說三年多以前 其實我邀請過賴士堡上我們節目 我一直跟他講說 正手稅 第一個如果國民黨敢開徵會丟掉政權 第二個正手稅刻不到 第三個資金大幅的外流 第四個整個資本市場癱瘓 我講半天其實他們都不信 現在看起來情況嚴重了 因為到這裡來 我們今年上半天好像 我看張勝和部長還在講說 你看台股9000多人還上萬點 誰在講正手稅對台股有影響 那個正手稅其實是一個慢性的 好像毒藥一般 最後你全身無力 最後又變成像這個青蛙 主熟青蛙的跳不出來 那這個情況就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國民黨版本 其實在之前 民進黨也有林權的版本 我還是感覺說 這一次紅袖組的版本 相對來講是 比較還原回到原來正手稅的風貌 當然他留下一個 有一些申報選擇的問題 我是想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 讓正手稅真正法治化就是說 過去正手稅開徵很多次 每次都變災難 真正去制定正手稅的人 有很多學者 有很多教授 很多的民意代表 但是他們對 租本市場實在不了解 所以這個不了解所訂出來的稅 顏著上是漏洞太大了 但是它造成的傷害 這三年來 我想已經很難彌補了 所以這一次 正手稅有一個版本 我想請主委來談一下 從紅袖組版的正手稅改革方案 我們將來怎麼落實 未來能夠讓這個市場 能夠讓散附 讓股民能夠有個比較 安定的環境 能夠讓他做投資 是 非常謝謝社長 其實一個稅制 一個稅制它能夠健全 能夠適合整個經濟生態環境 要有三個要件 第一個 要達到租稅公平 第二個 財政稅收 第二個 要適合資本市場的發展 那洪副院長的版本 我們經過證交所跟金管會 審慎評估之後 認為現在洪副院長的版本符合 這三個要件 就是既然也可以達到租稅公平 也會達到財政稅收 也可以給予資本市場 適度的發展構建 所以金管會非常贊成這個版本 那我相信 尤其今天中午 國民黨的黨團會 會洪財會委員 賴斯保賴委員 還有相關的委員會 會召集相關部會去延商 我的想法是 其實整個財委會的 相關的委員對這個版本 有相當程度的共識 行政機關也某個程度 尤其金管會非常支持這個方案 所以我相信 等立法院通過之後 很快可以 假設取得共識的話 應該可以盡速通過 可以如同剛剛社長講的 可以給股民 包括散戶跟大戶 有個適度在交易的時候 有個合理的成本 其實金管會不是強調 不是強調說一定要降稅 但是一套機制 要給一個資本市場 合理的發展空間 而且租稅要考慮短期 要考慮中長期 另外除了考慮國內以外 也要考慮台灣 相近 鄰近國家的比較性 因為資本市場是一個國際化 現在民眾談刺之間 按了一下 錢就跑出去了 跟以前過去民國70年代 80年代完全不一樣 所以租稅要考慮短期跟中長期 也要考慮國內跟國外的比較性 所以洪副院長這個版本 基本上我非常贊成 他有達到我剛剛講的這幾個目的 好 我想這個 我們樂觀其成 就是說以目前這個情況來講 我們過去這段時間 其實大多數 包括社會的民眾 有很多人民粹 第一個 大家認為股民都沒有繳稅 我特別要告訴大家 台灣的股民繳稅是很多的 大家都知道我們如果以去年 我們整個上市櫃公司配出來的 股利守得 股息大概有9000多億 這個9000多億 你拿到之後 不管你有沒有填息 配了之後 其實你是併入綜合守得稅 這個綜合守得稅 如果你最高稅率現在45% 本來後面這個 這個影響為什麼大呢 我們後面一個富人稅 把那個兩稅合一抵扣 那17%現在變成減半了 變成8.5% 這個一條之後 再加二代健保附加費 其實你的毛稅率已經超過五成以上了 全世界這種高稅的國家 其實台灣已經非常沉重了 這個大家一定要了解 也就是說 股票進出 除了你的賺賠之外 你的股息收入其實是非常重要一項 這一項我們其實那個稅 是非常重的 而在這幾年當中其實 我們到老百姓 其實我們賠的錢 已經很多人眼淚都賠光了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圖其實是一個 這兩張我想特別對照一下 一個融資創新低劑 這個圖到禮拜三是1502億 到禮拜四已經剩下1495億 它是一直在下滑 我們高的時候是5890幾億 大家可以對照 為什麼今天的融資 過去我們很多投資人都會比較 融資的減幅跟大盤的跌幅 也就是融資的減幅超過大盤跌幅的時候 叫籌碼安定 股價會大漲 現在再怎麼跌 我看都沒有什麼影響了 但是這一邊叫做當衝盛行 也就是現在的當天 當天軋平的當衝的交易 他的金額一直在增加 這個現象我可以解讀就是說 原來應該是在 當很多股民沒有錢去融資以後 他乾脆去做當天軋平的這種遊戲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想整個市場其實已經非常扭曲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對未來的稅 我想主委可以真正樂觀其中 我比較一個期待就是說 證守稅讓它常態化 也就是說現在 落實法制化以後 以後這個市場能夠按照這個規則 不要再有太多的更動 因為你調來調去 其實大家不生其反 後面其實還是比較重要 富人稅一定要作為調整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去調整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市場是 不太容易就得起來 是台灣現在面對這種 整個經濟的困窘的壓力 其實我們看到最近的 毛院長也是對GDP的優利 包括GDP的下滑 出口差 最近就經濟了 我想曾祖國大概最近都有參加 所以我想也把政府現在 對整個振興股市跟振興經濟的方案 那在這個地方 將來有沒有比較讓大家感覺到 有希望的做法 跟我們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是 謝謝市長 毛院長非常重視 國內經濟從GDP 從3.8% 往下調1.56的這個現象 那召集了相關部會 也要求國華會 要求各部會提出 短中長期的舊式的措施 那比如說短期的措施 像金管會的部分 像非中小企業的專案貸款 有5000億 中小企業的貸款有5400億 另外我們也在檢討 有關受險進入投資不動產的 報酬率2.875的部分 要不要進一步檢討 我們都提出相關的措施 另外經濟部也提出 協助整個產業要轉型的相關 比如說併購基金等等 200億的併購基金等等 我相信這些措施 昨天院會通過以後 短期的措施對要發布 我相信會對提振國內的經濟 有一定的幫助 金管會的部分 除了有關協助產業取得 更多資金之外 股市的部分 股市的部分 我們會隨著股市的動態情況 因應隨時提出必要的措施 另外我也要利用機會 謝謝剛剛社長提到了 過去有外界誤解了所有的股民 很多的股民沒有繳稅 其實所有參與股市的980萬股民 除了繳證交稅以外 也繳了中國首額 也繳了健保會等等 其實他對整個政府的財政 有重大貢獻 我以政見主管機關的立場 謝謝所有股民 對政府的財政做出貢獻 表達感謝的意思 好 我們謝謝主委 其實現在還有一樣是 這個主委可能要想盡辦法 來鼓舞大家對未來的投資信心 其實這個資料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第二季的季報 上半年的半年報 已經公佈了 我們也看到很多公司 其實獲利表現非常好 我看這個手上的資料 交易所的統計 國內785家公司 上半年 他的營業友是12.35兆 他成長是0.98 沒有衰退 比去年還成長 稅前盈利是9,026億 比去年的前一個年度的 7,620億 成長幅度是18.43 還是成長的 但是股價是不捧場 就是說這個股價 其實他非常的弱勢 所以我們也看到 很多好公司股價沒有人青睞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有沒有辦法能夠鼓動 大家真正對投資台股的熱情 這點主委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沒有錯 其實第二季的財報公布了 上市上櫃累積到第二季的獲利是 9,494億 跟去年同期比較成長15% 第二季的獲利是5,071億 成長了11% 所以我非常贊同社長的講法 很多的上市上櫃公司 基本面其實是不錯的 總體來看也沒有差到說 剛剛講的要跌了15% 或甚至25%的情況 那盡管會除了剛剛講到的措施以外 後續會進行的措施 會包括讓有更好的業績不錯的 這些公司 盡量來舉辦業績說明會 這第一點 第二點也會全面來推動庫長股的部分 所以這兩些措施以後會強化來推動 讓投資大眾知道有很多的股票 是具有投資價值 另外經管會主管的 包括銀行 證件 保險公司 他擁有充沛的資金 那假設我們做相關的說明會之後 那假設這些金融機構願意 願意進場來投資 盡管會樂觀其成